大家好,我是Vivian,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老中讲新闻 Medicare也可以对一些可以在家舒舒服服的 无人打扰的医疗服务提供保险 这些服务包括间隔性的专业护理 物理治疗,语言病理学服务,以及职业治疗 这些服务以往只能在医院或医生办公室提供 但当你在家中接受这些服务时 不但可以拥有同样的效果 而且更加的方便,并且通常花的钱也更少 如果你通过一个Medicare Advantage健康计划 获取Medicare服务 那么可以查看该计划有关如何提供Medicare 所覆盖上门医疗服务的细节 要取得上门医疗的资格 你必须正在接受医生的治疗 并且被医生评估确定了治疗的计划 同时,医生还需要认定你需要一种或多种上门医疗服务 此外,医生还需要认定在家治疗的效果 你必须从一个Medicare核准的上门医疗服务机构 获取服务 在你的上门医疗开始之前 上门医疗服务机构应当告知你的费用中 Medicare将承担多少 该机构还应当告知 他们所提供的项目或服务 有没有被Medicare保险 以及你要支付的费用是多少 所有解释都应当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清晰地表达 提供没有Medicare保险的服务和用品之前 该机构应当向你发送一份通知 哪些不在被保之列 举例如下 家庭一天24小时护理 家庭送餐 诸如购物、清洁和洗衣之类的家政服务 上门医疗助手提供的个人护理 比如洗澡穿衣以及使用浴室 如果你的医生决定你需要上门医疗服务 你可以从你所在的地区 Medicare核准机构中选择 寻找家庭医疗机构 一个好途径是使用Medicare's Home Health Compare网络工具 请访问屏幕上的这个网址 这个工具方便你根据服务类型和品质 对比和选择家庭医疗的机构 再来看这条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潘内达今天表示 一名涉嫌开枪滥杀16名阿富汗平民的美军 若经定罪恐被判处死刑 潘内达在飞往吉尔吉斯的飞机上告诉记者 这名嫌犯将依美国军法制裁 当潘内达被问及这名嫌犯是否会被判处死刑 他说就我的理解这些情况可能会列入考虑 潘内达表示 这名美军离开基地后进入阿富汗民宅 对同属一家人的平民开枪 犯案后回到前进作战基地 他基本上是自动出面自首 告诉其他人刚刚发生的事件 记者询问这是否等同自白 潘内达说 我猜想是如此 他还说 我们不清楚犯案的动机 但嫌犯已经遭到监禁 我们向卡塞总统保证 嫌犯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为此事负责 这起烂射事件发生在阿富汗南部 坎达哈省 死者多为妇孺 包括9名儿童 三名妇女引然阿富汗举国怒火 要求美军立刻撤出 华府目前试图展开长期的驻军协商 以避免阿富汗再度陷入混乱 潘内达试图将此事件描述为独立事件 表示这不会影响美国预计在2014年底 循序渐进的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 潘内达告诉记者 战争是地狱 这类事件都会发生 任何一场战争都会发生这种事 这的确是可怕的事件 不过并非头一遭 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他说 我们不允许这些事件破坏我们的策略 或我们已经展开的任务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